家里有剩饭用来炒饭吧,简单美味可口 找到一粒洋葱那么就做洋葱蛋炒饭吧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里 念有千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记得要收藏食谱,我不然划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洋葱富含维生素C,有助于调节免疫健康 胶原蛋白生成和铁吸收 现在就开煮吧 隔夜米饭 彩椒 洋葱 蒜末 鸡蛋 隔夜米饭倒入大碗中 打入一粒鸡蛋 一茶匙酱油 抓鸡蛋 鸡蛋打入碗中 鸡蛋 彩椒切丁 洋葱鸡蛋 热油 煎熟鸡蛋 鸡蛋 大碗中 葱锅 一种煎熟 鸡蛋 香菇 杏仸 木葱 这ё ツ 热油开始炒饭 炒香炒软洋葱丁 热油开始炒香炒软 热油开始炒香炒软 车炒香炒软 热油炒软 热油炒软 下一汤匙蒜末炒香 倒入米饭 炒银炒蒜 一茶匙胡椒粉 一茶匙盐 鸡粉随意 倒入鸡蛋碎炒银 洋葱炒饭倒入碗中 撒上榨葱头 美味的洋葱蛋炒饭就做好了 看了就很有食欲 真的很简单美味 这个炒饭有洋葱独特的香味 吃了一口就停不了 使用隔夜米饭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米饭经过隔夜以后 饭力会充分吸收水汽而变得膨胀饱满 此时 等米饭内部柔软 外部硬食疏松 水分比较少 这样就很容易吸收酱汁及其他配料的香味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洋葱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保护您的 细胞免受成为自由基的不稳定 破坏性分子的侵害 洋葱富含B族维生素 包括叶酸和维生素B6 炎症特性 洋葱具有抗炎作用 可能对患有眼部 炎症或过敏的人有益 喜欢朋友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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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